全能依妃 废物嫡小姐 第一集 啪 啪 一声刺耳响亮的鞭打声在自己耳边响起 惊得江子生猛然地睁开了双眼 儿小姐 求求你放过我家小姐吧 江子生也活不了两天 干嘛还浪费府里的药 春兰 砸了 不要玩儿小姐 屋子里的吵闹叫骂声 夹着细微的呻吟 还有破碎的陶瓷声 一同袭进江子生的耳膜 她还没反应过来 一个身着古代装扮 脸上带着鞭伤的中年妇人 脸滚带爬地跑到了她的旁边 小姐 小姐你终于醒了 那妇人见到江子生醒来了 神色激动地 我会去转换 我会在这里 然后 那么